編輯與調整 制定清單內容 那假設我們這順序更改了,老師我現在 下次我覺得業務在前面 好,你又要調整順序,來 這個 選起來 這個控制你知道對不對 如果移到周圍的框框可以做什麼 可以 搬家 你看見嗎 移到邊邊的地方 電影它用滑鼠魚巴在跟你溝通 在這裡是白色的,在這裡是黑色的 石子 在這裡也是黑色又不一樣,你看見嗎 拉這個框框是可以調位置 那我想把這個資訊拉到這裡來 點的它移到邊邊來 我想要是這個資訊 這個順序比較合適 那其實不用在這裡,你直接進到裡面改也可以啦 檔案的哪一個 其他的 選項 好,你看好幾回了 電腦的熟悉就是這樣來的 從頭到尾只有順序跟概念而已嘛 它不是 聽不懂的東西 在這裡改也可以啦 如果你不要的話,你可以把它整個刪除喔 然後再重新點這裡 重新選一次 不是這樣就好了嗎 然後再匯入 資訊擺第二個 那老師我現在嫌太麻煩 在這裡可以 Ctrl X 是減下 點這裡 Ctrl V 是貼上 好,按Enter下來 你也可以直接在這裡調就可以了 你看見嗎 所以等一下變成什麼 行政生產資訊喔 我想跟你講,那是可以改的 要自訂清單嘛 所以我現在把它刪掉 現在最新的名單叫做行政生產資訊 你隨時可以改的 如果你發現你的順序應該要做調整的時候 那這個功能是跟著 這台電腦不是跟檔啊 要跟你提的是這個 那我們看一下 再進來看一下就好了 來 其他的 我把它講C點 來 你現在看是不是越來越熟了 因為你看好幾回啦 你電腦熟悉學位就這樣了 這邊可以自己打呢 我打一個LAN名單 AAA Sorry 按Enter BBBCCC 隨便讓我改順序喔 DDD 好,假設名單是這個 這樣也算數喔 所以下次打個AAA 拉下來 名單就出來了 所以那邊是可以自己打 不過通常 我們公司已經有限程已經有 舊的資料已經在啦 用賄賂的方式會比較簡單 OK嗎 那不要的話當然就可以把它改掉 再把它修改掉嘛 你這樣對對就熟悉啦 好 再點這進來 這個資料不要就可以把它做刪除 你就知道了 這個可以匯入 也可以自己在那邊編完就點新增 那如果不要名單點刪除 這樣就搞定了 喔 所以預設叫什麼 新清單 你看見嗎 他說你名單可以在這裡打 不過通常你會打資料應該在我們現有文件大概都有了 所以通常會使用匯入的方式比較可以 比較方便